两岸关心紧绷下传出了台湾对中国部件的情报网 近期遭到了大量瓦解 中共国安部发文宣称 他们持续的重拳出击 连续破获上千件 台湾间谍窃密案 对此陆委会严正谴责 如果不是中共为了要夸大业绩 吹牛碰风 就是再次公开宣示 中共国安部门用模糊不明确的法律 滥权积压 危害台湾人民的自由 而陆委会也呼吁国人 谨慎思考复对案的必要性 有高度人身安全风险 中国财大动作把台独顽固分子专栏 置顶在国台办官网 更增设举报信销 当时就担心会有越来越多台湾人无辜被卷入 现在恐怕成真了 中国国安部最新贴文 宣称连续破获千余起台湾间谍签名案件 如此明目张胆的违法滥权羁压 陆委会严正谴责 不是为了夸大业绩 吹牛碰轰 就是再次公开宣示 中共的国安部门运用 模糊与不确定的法律 滥权羁压 主张自由民主在台湾人民 都当成台独分裂势力 我间谍 大肆滥捕台湾人民 我们相当的遗憾也要谴责 宣称打掉一大批 台湾在中国部件的间谍情报网络 但中国发文内容 只字未停案件内容 时间点一个证据都没有 就被质疑夸大散布假讯息 这是作为一个大内宣的手段 有很多外商公司 也是由于中共的所谓的国安法 或是反鉴定法 也测出了投资 所以它作为一个内宣手段 就失去更多的这种外部的沟通 中国它会就是遇到更多的战略后作力 中国国安部天文也提到杨志渊被列为台独头目 遭到抓捕审查 陆委会则大力驳斥 杨志渊长期在中国以交为期及参加比赛为生 如果这样还要被扣上台独头目的荒唐罪名 现在去中国恐怕人人自为 现在台湾人民去中国 不管是去旅游教育读书 都有一些不可承受的风险 对案森社举报信箱的做法 恐怕先起检举巢 让台湾人在中国的处境更加危险 这里我们杨育达台的报道